一年二运三风水 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 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 你为什么没有钱 往往取决于这六点 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 有一些人的财运特别好 总是轻轻松松得到理想的财富 但是也有一些人的点很悲 财运一直都处于比较低迷的状态 不管怎么努力都很难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那么财运一直差的原因是什么呢 如果财运不顺 想要提升财运 我们又该如何做呢 接下来小酱汁给酱汁们分析一下 一财运一直差的原因 一不够自信 有些人财运之所以差 可能是因为气场不足导致的 当一个人总是表现得很不自信的时候 气场就会很弱 这样的状态很容易遭遇不好的事情 也会错失一些比较好的机会 所以我们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表现得自信一些 自信的人生态度会让我们得到更多的财富 毕竟生活当中很多人都喜欢与自信的人相处 这样就会让我们的各方面发展都越来越好 二大门直对厕所 另外财运差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家里的布局不好 比如大门直对厕所 这种布局会让我们的财运变得特别低迷 在风水当中 大门是气口 也是服气和财气进出的地方 如果大门直冲厕所的话 就会影响到财富的聚集 难以收获理想的财富 针对于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在大门和厕所之间设立一道屏风 这样能够有效地化解不良布局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三 衡量压顶 衡量压顶对于我们的财运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如果经常在衡量下生活或者办公的话 会对我们的运势造成很大的打压 让人的运势难以提升 尤其是在财富方面 不仅赚钱困难 破财的情况也非常多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我们要尽量远离衡量 千万不能将办公桌和沙发放置在衡量下 四 家中镜子太多 镜子的使用在风水中是比较多讲究的 很多人都喜欢在家里放很多的镜子 其实如果镜子太多的话 会对我们的财运造成很大的破坏 甚至还会将财产全部耗尽 因为镜子代表着虚无缥缈的东西 滑而不实是一种虚幻的景象 如果家中镜子太多 就代表着会做出很多没有结果的事情 从而影响到了我们的财富收入 所以家里最好不要摆放过多的镜子 将那些非必要的镜子撤走 五 消费无度 此外 财运差与平时的消费观念 也有很大的关系 有些人大钱挣不来 同时又不把小钱看在眼里 在花费方面 消费无度 不懂得勤俭节约 虽然看似花的都是一些小钱 但是积少成多 积累下来也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如果想要财运稳定的话 那么在平时生活当中 一定要学会节制 珍惜和家人的劳动成果 把钱花在刀刺上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支出 这样才能够提升财运 六 财位不能保持安静 还需要注意的是 家中财位是非常重要的 财位上不能放置 具有响声的东西 比如电视机 音响或者电脑等等 这些物品发出的声音 会影响到整个家里的财运 所以如果想要提升财运的话 那么就一定要让财位上保持安静 不能放置具有声响的东西 二 如何化解提升财运 一 佩戴或者在家中摆放皮修 如果想要提升财运 最好的办法就是身上佩戴 或者家里摆放皮修 因为皮修是一种招财的神兽 也是常见的风水吉祥物 皮修在生活当中 是比较常见的招财吉祥 能够给主人招来财富 提升财运 尤其会提升我们的正财 可以让佩戴或者摆放者的工作 更加顺心 从而收获理想的财富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佩戴皮修一定要坚持 不能戴了两三天之后就摘取下来 或者转送他人 这种情况是无法起到招财的作用 在摆放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 嘴巴应该朝着门外 因为朝向门外才代表着吸纳财富 此外皮修也要保持干净整洁 定期擦洗 不要沾太多的灰尘 不然不利于财运的提升 二 财位上摆放催财的物品 另外如果想要提升财运的话 可以在家中的财位摆放上一些催财的东西 比如麒麟或者是一些风水绿植等等 这些吉祥物能够有效地提升家里的气场和正能量 从而实现财富上的积累 并且财位上一定要保持干净整洁 不能摆放污秽的东西 比如垃圾桶 扫把等等 这些物品会影响到家里的风水财运 三 卫生间保持干净通风 在五行当中 卫生间熟水 引起较肿 容易藏物纳垢 会诱发一些身体的疾病 另外 卫生间属于暗财位 如果规划布局不好的话 会导致里边充满晦气 自然会影响到家里的财运 针对这种情况 可以在卫生间放置一些空气清新剂 并且时常保持通风 让卫生间处于一个干净整洁的状态 这样能够有效的提升财运 四 沙发靠墙摆放 沙发一定要靠墙摆放 这样象征着有靠山 能够增强个人的气场和自信 在打拼的过程中会更加的顺利 另外 沙发靠墙摆放也能够藏风聚气 让家里聚集更多的财富和好运 从而帮助主人化解财运被挡的情况 五 家中摆放率值 如果想要提升财运的话 可以在家里摆放一些绿色植物 绿色植物不仅可以改善家居的环境 同时也会让家里的风水越来越好 此外 在绿色植物的作用下 人们会保持一个良好平和的心态 不仅会让家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的温馨和睦 同时也会让自己的财运越来越好 因为很多绿植都是有摧财的效果的 能够帮助主人得到很多的赚钱的机会 六 请财神 财神被挡也就意味着在求财的道路上会非常的艰难 那么针对于这种情况可以在家里请财神 财神能够保佑我们平安顺遂 同时也会让我们在求财的过程当中更加的顺性如意 不过财神是需要经常祭拜的 并不是说请到家里之后就不管不问 如果不祭拜的话 一方面是对财神的不尊重 另外一方面也会让我们的财运变得更加低迷 即屋内张贴符字 中国人在迎接新年的时候都会在自家的门外边贴上符字 寓意着福利的到来 招财纳福好运连连 可见人们对于大门的风水是非常重视的 除了在大门上贴符字之外 也可以在家里的卧室门上粘贴一些符字 这样也能够起到招财纳福的作用 不过符字在贴了一段时间之后难免会出现破损 这种情况下一定要及时给予更换 不然会阻碍到财运的提升 也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 在这方面一定要注意 八 地垫上放置五地钱 古代的门下边都有很高的门槛 在风水当中可以阻挡外界不良的气息进入 保证家中的磁场平衡 当代的楼房设计当中 已经撤销了门槛 或者使门槛变得更低 毕竟如果门槛太高的话 不利于出行 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其实从风水角度来说 如果没有门槛的话 会影响到家中的财运提升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到门口位置摆放一个塌垫 并且在塌垫下面放上一套五地钱 这样能够起到旺财 镇宅 化煞的作用 九 在家中摆放金蝉 金蝉也是非常常见的风水招财 如果在家里摆放金蝉的话 也会起到很好的招财效果 尤其是在偏财方面 能够给主人带来很多的意外财富 此外 金蝉也有辟邪化煞的作用 会改善家中的风水和气场 在金蝉的作用之下 家中的运势会越来越好 家人之间也能够和睦相处 不会产生太多的争吵与矛盾 所以如果想要发财最快的话 可以请一尊金蝉 拜访在家中的客厅或者财位上 对于家庭运势的提升是非常有帮助的 发财致富是每个人的梦想 如果你想摆脱财运不顺的困境 或者提升自身财运 不妨看看自己身边是否有以上六种败财的行为 或者风水 如果有的话及时调整 并做好上述九点提升财运的方法 相信好运也会随之而来的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